大家好,歡迎收看就是說 有朋友提到說 可不可以示範一次怎麼去做雲端互通這件事情 我先講兩個前提 第一個是你必須要有大陸抖音的帳號 你才有辦法讓手機板解映跟電腦板解映去做互通 但是從今年初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從今年初你要做大陸抖音的帳號認證 比較困難 如果還有辦法做認證的話 我下面有放一個連結 一個參考看看 看這個方法有沒有辦法去做註冊跟認證 那如果可以認證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檢印操作才有辦法做雲端互通的部分 那我現在先來操作雲端互通的部分 來看一下怎麼做操作 不管你是用手機板的電腦板檢印 你只要點選草稿夾 進來之後點選剪輯的這個本地草稿 草稿夾的部分 選擇你要上傳的這一支影片 從那一個影片的右下角 它有一個三個小點點 三個小點點 我們把它點開 上面就有一個上傳 那不管你是從電腦板檢印上傳到雲空間 或是從手機板檢印上傳到雲空間 它的上限是512MB 在免費的情況之下 它的上限是512MB 超過512MB的 如果你的需求比較大 你可能都要上傳超過512MB的 那你就必須要另外的去開通會員的部分 開通會員需要兩個 當然需要付費嘛 但重點不在於付費 重點在於如何付費 如果你本身沒有微信支付 或是支付寶 你沒有這兩個東西 可以去做支付的話 那你也沒辦法去開通會員 那微信支付或支付寶 申請上又更加的麻煩 以台灣人來講 如果你本身是往返兩岸的 那當然可能還沒有什麼多大問題 你在對岸有開戶的話 這個都沒什麼多大問題 但多數人應該是沒有啦 所以這個東西就看個人的需求 來做一個使用 那我們上傳之後 我們必須要等一段時間 然後讓它做上傳 那整個上傳完之後呢 我們在電腦版檢印 我們點選它的原空間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剛上傳的檔案 那這時候如果我要在電腦版檢印裡面 去做剪輯 我另外要做一個下載 下載至它的草稿夾 然後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那下載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進入它的編輯的頁面 你會發現所有的編輯剪輯的指令 相關的編輯線內容 全部都完整的保留在裡面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做剪輯的時候 我就可以電腦版剪一剪 丟到手機版剪 然後手機版剪一剪 丟到電腦版裡面去剪 我簡短講一下我的心得 第一個是 因為以目前 就我來講 我本身是用4G的網路 所以網路速度其實並沒有很快 我光傳這個500不到216M的檔案 前後我就要花了十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是不太喜歡傳影片的 那如果你剛好傳的時間是覺得沒什麼差 反正我就放著慢慢等 那你就傳 因為我是4G的網路 那當然如果你是5G網路 你可能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這個按照個人的需求 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那目前 以我來講 我的使用機率並沒有太高 因為我手機版大部分做的影片 是偏向短影音 短影片的部分 那我的電腦版的部分 大部分都是比較長的影片 可能兩分鐘三分鐘 或是比較長的一個影片 我會用電腦版去做一個剪輯 所以相對的 我電腦版裡面的這個檔案 隨便都是好幾G 那手機版裡面的有的影片 也可能也是算G的 所以以目前來講 我使用的頻率並沒有很高 那是因為我手機版跟電腦版剪輯的東西 其實不太一樣 那還有一點是 我手機版主要是便利好用 那當然有一些特效 有一些內容是手機版有 有的是只有手機版有 那有的是只有這個電腦版剪輯才有 比方說電腦版剪輯的調色功能 就比手機強大很多 那比方說手機版裡面有一些新的特效 或是有一些新的效果 那這些東西只有在手機版裡面有 包含這個3D照片的部分 那電腦版剪輯就沒有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的功能性跟內容 還是有一點點小小的差異 那主要是看個人的一個需求 跟狀態去做一個使用 好OK以上就是電腦版剪輯跟手機版剪輯 互通的一個操作畫面 讓大家做一個了解 OK好以上謝謝大家 現在有請問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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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